尽管主流媒体已经纷纷宣布乔拜登赢得了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不过全美各地都有民众出来表示 这并不算数 他们将会继续抗争 11月7号 全美50个州的首府举行游行抗议 要求拜登阵营停止窃取美国大选结果 在新泽西首府特伦敦 民众首举川普胜利 停止偷票等标语 我们知道如果在奥林匹克比赛中 如果运动员吃禁药的话 他会被踢出局 他的所有的比赛资格都会被取消 冠军资格也会被取消 所以同样的 这一次是更加的严重 因为民主党这样做 他是在偷盗每个人的人权 天赋人权 宾州居民Nicole爆料 前两天在宾州选民登记公开数据上发现 总共300多万的登记选民里 有将近200万85岁以上的选民 通过邮寄选票在这次大选中去投票 包括在1800年出生 现年220岁的幽灵票 记者在周六去核实这些幽灵票的数据 发现出生日期一览已经变成空白 而实际数据是宾州85岁以上的选民 只有大约23万 此人都会出来投票的 就太不可思议了 违反了美国的宪法精神 绝对不能接受 与慧民众相信 最终胜利将会在正义的一方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 韩瑞 宋生化 新泽西报道